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拍摄器材 这些拍摄器材我一会要拿去照下器材视察 把它置换掉了 这个是我做视频博主买的第一套相机 是2017年买的 是一块佳能的EOS M6第一代 配着一块11到22的拐角头 出去旅行,基本上没有问题 有拐角,这也是这样可以拍的 效果还行 但是佳能这块下机拍起来总感觉肉肉的 不是特别清晰度不是很高 然后为了下拍这种口波的形式的话 我又买了一个16毫米的大拐缺的 这样的话后面景深会有一种虚化的效果 然后我还给它配了一个转接头 因为我之前有很多的佳能的一些镜头都可以用 其实说实话这东西一次也没有用过 还有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狗头配着套机头 尽量不要买套机 宁可买一个这种呆机身再配镜头 这种狗头基本上没有用 质量很差 因为它不是刮缺痕定的 所以说拍视频的时候要调拆数比较麻烦一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款索尼10到18的 因为我现在拍的主拍设备现在换成了佳能的 这款是佳能A6600 然后呢配的拐角也是这种10到18的 光缺F4的 但是光缺F4它有一个缺点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后面紧身 就是说没有基本上没有那浅的紧身 都是后面都是清晰的 这样我们出去外面拍的时候呢 需要有这样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拍一点前紧身 就是后面要虚化的 那你这种小高缺就达不到那种效果 所以这次它又出了一款11毫米定焦的 这样一款1.8高缺的 因为定焦它高缺可以做到嘛 所以我基本上现在用这款 那拍起来的话后面有一定的虚化效果 你要是不想让它有虚化效果 你可以高缺开小一点 所以这个镜头就很少用了 因为这个拍起来就像GoPro一样 它没有紧身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的意见 大家要是拍视频的话 我可以建议大家配一个定焦头 但是要滑脚的 像这种有点虚化效果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现在我目前用的这款A600 我现在拍的这款下机呢 是索尼的A7S3 这个未来会主要拍我的一些空镜头为主 这个呢就拍一些我自拍的一些为主 好了以后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到照相器材视察上去 然后给大家现在再去看看别的下机 因为我现在又开上一块下机的 叫索尼星出来的一个 半画幅的一个电影机 叫FX30 我下去看看 目前我拍的都是1080P 未来有可能我都会转成4K的那种拍摄 所以说为未来的气场做一些准备 去感受一下 然后这些东西自坏掉以后 我也会给自己再配一块镜头 好了我们拿着出发 好了我已经到了新刮器材城了 去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叫索尼器材啊 之前我来买过镜头 呃画桶 哦这里 这里好多小的 这里都有 所以把所有的东西拿过来 叫老板给我咕咕 有多少钱坏多少钱的设备啊 那你就在变化了 一个机器就一万多了 对那我 那不够下次再拿着也换 我还有一套加农单反也拿过来换 那老板把那个索尼的FX3D拿出来了 速度还不是 两个 这个菜单跟我这个索尼的那个 A7S3一样 但是两个功能它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电影机 一个是照相机的视频机 这个不一样 其实这个索尼微单那个CV110 也可以小巧 拍vlog还是可以的 嗯老板就查了 嗯 刚才试了一下啊 感觉呢还是可以啊 但是呢我呢最主要是拍vlog用啊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视频机 然后呢我一下再等等 等这个月26号还有一块索尼出来 我到时候再挑一个啊 所以就今天过来 现在还是换一个镜头吧 朋友们好 现在已经回来了啊 然后我刚才过去的时候试了那个 呃号称年轻人第一台电影机的FX30 说实话这个菜单呢 是跟我现在在拍摄的那个A7S3的菜单是一样的 但是它功能爱见啊 不一样 因为它是电影机 我们这个都属于叫微单视频机啊 这两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呃体验了一下 总体还得要重新学习啊 但是后来我想一想还是没买 然后我又试了一下那个 呃去年出来的那个ZV-1高10 那个那个下集做那个vlog 就在拍拿着拍的话确实很轻啊 我光是试了一下 然后把我的这块11毫米的镜头拿下来装在那个ZV-1 那个告示里面确实很轻很轻啊 但是它有个大的问题 它是不带五轴 photo 然后它只带电子 photo 那电子 photo一打开了 它就会有裁迁啊 而且裁迁买大的 所以我觉得又不开电子 photo呢 你根本就没办法看正常的视频 所以说我想了下去 我还是在等等啊 反正索尼最近还有几块下集要出来啊 我是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拍视频还是属于拿这种半画幅的那个下集拍起来 会更轻巧一点 呃这个下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现在后来出来一块索尼A7S3 也就是我目前拍的这块下集以后 这块是属于一块视频机 然后属于一个全画幅 那时候高出来的时候我看参数非常喜人啊 你知道那个高改又特别高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拍的时候 光线爱的时候它拍都没问题 后来为什么现在又没在用了呢 等半画幅出来这块11定胶头以后 我又会回那个半画幅的那个下集呢 是因为重量还是重量啊 那个A7S3加上镜头 加上下面的支架大概有一千三四百 客吧也就是两斤多啊 那我觉得还是觉得太重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还是更小巧一点 那为什么我 个人觉得这个机是想坏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烧饭机 然后烧饭呢它有一个 这里有个 画筒的一个 垂靴口 我那个新买的那个 现在这块画筒呢也是可以插 但是你自己就不能拍了 因为画筒装在这里就不能拍了 所以我还是用之前的这个罗德的画筒 那罗德的画筒开上去也只说更大一点啊 然后我又加了兔罗 不加兔罗的话你画筒没地方插 对吧那七七八八一加呢 重量又上来了啊 所以这个重量相比我全画不及 那还是清了好多 清了大概拜金左右啊 那没有拜拜金的话 你这个多拜金你你那个拿着就举着就好很多啊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大家拍vlog视频的话 还是买那种半画幅机就够了啊 那拍照片嘛 你肯定是全画幅会更好一点啊 但是你的下下机买过了 要是不是自己自我拍的话 那我觉得全画幅那个A7S3 拍也完全没问题啊 这是我跟大家一个推荐 那现在的半画幅下机里面 带五周法德的索尼的品牌的话 还是属于这一款啊 A6600啊 我希望这块下机 会有一个升级啊 就是来个测翻评 那我肯定还会我买那个升级成那个代画幅的 那但是那个电影机FX3呢 也在FX30也在我的 贝血发表里面啊 我肯定下子还会换啊 但是那个重量还是跟我现在 A7S3差不多 所以我想再等等啊 这就是我今天去那个照片 市场的体验的一个结果吧 然后也买了其他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啊 因为我本来想 给我这个那个A7S3再配一个28到70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块是加的那个四码的 我本来是想买我现在那个A7S3上面的同款镜头 腾龙的 我现在拍的那个现在是17-28 然后我本来想买一个28-75的 但是去了以后老板给我推荐了这一款 我也看了一下这块啊 确实比我那个现在拍的那个全画幅 尺寸更小啊 这个口径只有67啊 更接近于半画幅的一个机身这样 重量会更轻啊 但是重量其实没轻了 就是体积感觉上会更小巧一点啊 所以他一看给我一推荐我觉得可以 所以我就是买了一个四码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就下对来说 你看这个全画幅镜头下刀 跟我那个半画幅镜头差不多大了 其实我那个这也是 还有一款是16-28的也出来了啊 今年6月份出来的啊 因为之前我四码没关注这几款镜头 大家要是写重量重 还有一个推荐可以给大家啊 就是你买一款 四码16-28的再配一款 那个索尼的A7C 我觉得做一个Vlog下机应该也可以 这样的重量跟我这个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已经有了半画幅 然后又特意买了一个拍Vlog的定胶头 所以我再去把这个换掉换 全画幅我觉得太浪费钱了 因为都是好多东西都是高买的啊 所以我就再等等 反正现在也够用啊 但是未来为什么还会买呢 所以我想做一些人物专访的时候啊 需要塞个机尾啊 所以前面一个 两边各一个 一个是对我拍 一个是对人物拍啊 所以塞个机尾 所以说未来我还会再买一下 因为毕竟 嗯 视频内容会发生一些改变 因为之前都是拍旅行视频 所以说只要一个这样的机制 再带一个我的背机就够了啊 我这个现在在拍的那个 索尼A7S3完全够了啊 还有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买了些什么呢 又买了一个资亚卡啊 这个是专门配那个 我现在用的那个 A7S上面的专用的卡啊 它存储读取速度更快 然后因为 但是我现在拍的都是1080P啊 这个索尼的A7S3啊 用1080P啊 确实太浪费了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好的规格的 我都没用啊 你一般普通下机就就完全够了 但是我未来呢 肯定会拍4K的 像我这个也会用4K 因为我现在买了那个高速卡了以后啊 好码还是需要配好安啊 所以未来我这块镜头 机子也会用4K来拍啊 然后我那个呢 会拿A7S3呢 可以拍120P的 4K的啊 或者100P的 或者60P的那个 这样的话 你升格啊 也就是你卖动作 拍一些卖动作的时候 效果才体现出这块下机的价值啊 所以可以买的 这块 这个卡呢 是160G啊 1800G左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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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好东西都是很贵的啊 这就是我接下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吧 啊 做Vlog的视频 我个人建议啊 轻量化是最最重要的啊 然后大家一定要全画幅的话也可以推荐索尼的A7 嗯 A7 C啊 配那个 腾龙的啊 或者 腾龙的 或者司马的 16-28 刮圈2.82 任何镜头最好刮圈不要小于2.84 真的太小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经验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 拜拜